這支影片呢 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這陣子一直沒有更新影片的原因 記得看一下 看到最後 會分享一下我跨年 就是夢荷跨年的 嗨 大家好 我是Wendy 我知道我在上傳這支影片之前呢 我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更新了 然後我要先謝謝一些朋友啊 就是你們會私訊我說 欸 Wendy 你還好嗎 你怎麼這麼久沒有更新影片了 你沒事吧 那我要跟大家講 我很好 我還留在新加坡 然後還是在新加坡當幼教老師 也是就是一直在我原本這間公司工作這樣子 對 我沒事 我很好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陣子休息到底在忙了什麼 我沒有更新影片的那段時間 其實我真的很忙 因為我手上還有班級 就是我在新加坡是當花語老師 然後我們學校的課程 是沒有教案的 就是老師要想課程啊 要想活動 要寫教案 那我也蠻投入在我工作的 我會以工作為主 那我拍影片是下班之後有時間拍 然後我會覺得我主要的心力會以上班 上班為主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上班是真的比較忙 課程跟活動都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下班的時候說真的就是 有點累 需要好好休息 然後其實我每天下班的時候 我都會要求我自己要規律的運動 我早上起來上班 差不多忙到六七點 然後弄個晚餐 吃完晚餐大概八九點 然後再運動一個小時 差不多十點 然後再用用用用 洗個澡什麼的 就是十一二點就是上床睡覺 然後我每天就是差不多這樣子講過 然後有時候我會看個書啊 所以時間都蠻充裕的 然後就比較沒有時間拍片這樣 除了忙上班之外呢 在這段時間我也有經歷了 對自己的目標的設定啊 然後還有感情啊 我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追求的到底要什麼 什麼是成功 然後成功的第一是什麼 因為我來新加坡已經一年了嘛 然後我一直就是在計畫說 我來新加坡但又叫老師 然後接下來要繼續留在新加坡嗎 還是回台灣啊 所以在休息的這段時間呢 我一直在摸索這個答案 我們現在看到我已經就是更新一片了 我已經找到我現階段 我要追求的目標啊 然後還有對生活感情啊工作 達到一個平衡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呢 我會開始 定期的比較長更新的影片 我來分享一下我找到了什麼答案 好我要來看一下我的小草 因為有時候我看出 或者在沉淀時考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想到的話 或者是我從書裡面看到的東西 我就會把它寄在搜寄這樣 好我要來看一下我的小草 現階段我找到對於成功很好的答案就是 如果收入足以讓你過你想過的生活 然後並且你們熱愛你的每一天 那麼你就成功了 好再說一次就是 如果你的收入足以讓你過你想過的生活 然後你熱愛你的每一天 那麼你就成功了 那我覺得人的慾望是無限的嘛 就是當然越多越好啊 我也會問這個問題 誰不想要開好車 誰不想要擁有好的房子 最好吃好睡好 什麼都用好的 對但是 人的時間跟體力有限 所以一定要做取捨啊 也要去思考說 什麼是真正能帶給你快樂的 比如說吃這件事情是對我來說 在我生活當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所有的不開心啊 我所有的不快樂啊 或者是我上班很累啊 我只要有吃到好吃的東西 我就會很開心 就可以讓我輸壓 我就會問自己說 我是喜歡吃下去讓我快樂 還是我喜歡享受到餐廳 吃食物的那個氣氛的快樂 然後我就會跟自己想說 嗯我覺得是吃美食的味蕾 讓我覺得快樂 所以我不一定要追求 我要去很貴很貴的餐廳去吃 我就在家裡煮好吃的東西 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那我就可以省下去餐廳 需要服務費 需要消費稅的那些錢 過喜歡的生活 所需要的錢 也會比你想像中的少很多 我不會再讓自己一直追求說 我要賺很多錢 我要賺很多錢 賺錢很重要 但是生活當中不只是賺錢而已 就是 就錢的意義是在幫你過你喜歡過的生活 我會讓自己去思考說 你真正要的是什麼 什麼是可以帶給你真正快樂的 在沒有更新影片的這段期間呢 除了在思考 我要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我要過怎麼樣的生活之外呢 我還有經歷感情 那我要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我終於找到可以陪我一起錄影的攝影師了 我終於不用一個人再錄影了 然後自己很開心 也覺得很幸運可以遇到攝影師 然後他也願意陪我拍影片 所以之後呢 就有人陪我拍影片了 我不用再一個人錄鏡了 接下來我會陸續的更新影片 然後有攝影師陪我帶大家認識新加坡 好那這支影片呢 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這陣子一直沒有更新影片的原因 好那這支影片說了很多很多廢話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每一天 接下來我會更新影片的頻率呢 再多一點點 然後可以恢復到以前這樣子 期待下一次會有攝影師加入這個影片 然後分享我在新加坡去哪裡來 然後去體驗什麼 然後去哪裡冒險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記得看一下 看到最後 會分享一下我跨年 就是幕後跨年的 好那今天呢 是2020年的最後一天 我要帶大家跟我一起跨年 那新加坡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取消那種大型的跨年編鎖 不過沒關係 我們要在家裡吃下韭菜 然後以後我看台灣跨年演唱會 想一下台灣 那等一下帶大家去看看 我要去中國城買一些下韭菜 OK Let's go 等一下出發好了 耶 我到了牛車神 不過現在下雨天 剛剛出門的時候還沒有下雨 結果現在下雨 好那對面就是賣一些小吃 很適合下酒的下韭菜 然後因為我還沒有計畫我要買什麼 所以我打算等一下我到對面 然後逛逛 你看真的超大的 然後我已經到了對面 後面都是那些比較多吃的東西 有包子 讓大家看看順便 看一下晚上要買什麼 太罪惡了 久久跨年一次 所以就吃吧 然後在這邊真的運動 哇 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又水煎爆 好 要先找一下晚上要買的東西 所以等我買好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去買囉 掰掰 嗨 我已經到家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去China Town 買的東西 超便宜的喔 買了大概三四樣才十二塊新幣 十二塊新幣 十二塊新幣 差不多十五百 在新加坡算很便宜的 最重要的是 你看我們在看台灣的直播跨年演唱會 去年是在那個 Marina Bay那邊開煙火 但是跟台灣很不一樣 因為他們就是只有光放煙火 然後沒有水煙 但是煙火很美 可是就會覺得台灣不太一樣 就是很懷念台灣演唱會 我們疫情都不能回家 我們在家跨年 然後會繼續錄影 然後帶大家去看一下新加坡 那我們明天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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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十三文字幕 在那邊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跟台灣 有關 非常好 有關 連接 我們會聽到 有關